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启歌曲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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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服务费到底是属于什么性子 它是真的因为商家有提供服务而收取服务费 还是商家只是为了向消费者收取消费 而收取的这个服务费 如果是以这种餐营业 参观还有这种酒店业的类别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的服务费是比较莫途消费 如果我们是以消费的角度来看的话 消费就是一种赢钱奖赏 不属于供应 所以如果从消费税的客战范围来讲的话 这一种的服务费是不在消费税的客战范围之下 大家要真正供应到服务 或者是真正供应到物品 才能够征收消费税 其实不一定的 因为一个月以前 其实政府也没有真正有规定说 什么样的商家可以收服务费 什么样的商家不能收服务费 所以之前我们出去餐馆 民众会发现有一些餐馆收取的服务费有5% 有些是收10% 看那个餐馆是第二金的 如果商家其实他们是为了避免这样多手续要做 又要有钱就会有准备这种老十二月 又要涨别这种高市费 他们也不肯定这个服务费到底要不要被承收消费税 这样的话他们到底来讲 如果那个服务费是会被承收6%消费税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服务公民的一部分 如果是属于服务公民的一部分的话 像这一个18%的服务费 理应应该包含在他们的那些收费 其他收费里面 就很像那些菜药的那些价格 品品的那些价格 理应应该包括了这一个18%的服务费 bits哪屁 这片药的东西 对我们来借 Behko 的人 大雨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